在山区 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用水 都来自于山泉水 在水源缺少或管线破损的情况下 将会造成居民无水可用 必须派寻水人上山检查水源 或是寻找其他方式使用水源 你怎么还没有上学 我只是想看看你在山上工作的样子 好 唉 这个很辛苦 想好好读书 好 走 上学 来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这里的山 这里的河 这里的朋友们 与自然共存是我们生活的原则 没水了 糟糕了 这几天生活用水怎么办呢 先把浴水煮流里的水打开好了 同学们 今天学校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就是缺水了 那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我们老师会派一群人上去水源头看一下 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也请同学今天跟我们一起结缘用水好不好 好 爸爸为什么有时候会没水 水源很脆弱 有时候管线啊 它会坏掉 也会破掉 这些都会没有水 有时候是很久没有下雨 水源也会没有水 一有事啊 大家都没有水用 爸爸有时候啊 爸爸有时候啊 会上山去水 就是为了水源 爹 你看 这条水管的水啊 就是从水源地这样接到你去下去的 你去看 这里断掉了 这看起来要休很久 这至少要十五天以上 他说在跟学校部分讨论一下 妈妈 那边有人 哪里有人哪 乱讲 奇怪 呃 不好意思 你还好吗 你看起来很多少 这些山已经很久了 这些桶子是做什么的 老师说这是雨水出流桶 通常都用来浇花 冲马桶 洗地把 爸爸说自然的循环很重要 我们要尊重它 保护它 原来如此啊 听你这样讲 我的伤口已经好一个了 你看 现在有这道系统 我们这几天还有部分的水可以用 对了 你说你最近看到一个瘦伤的女孩消失了 对吗 嗯 寿物店你看到的是大自然的声音了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再看到那个女生 希望她身上的伤可以全部好起来 一定可以的 为加强水资源永续发展 水力署持续推动雨水主流系统设施 桃园市益胜国小于2019年装设雨水主流系统 将雨水收集与过滤后 储存在新社专用管线内 在缺水时期 可将雨水调度使用 缓解不足 平时也可用于冲测 原液 教学等用途来节省水资源